新聞開始繼續關注香港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 當地時間週五晚上 2萬2千名香港市民在中環的遮打花園舉行 反濫捕抗威權集會 抗議警方濫捕 請看記者柯婷婷的現場報導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中環的遮打花園 那麼可以看到我後方的民眾正在參與 反濫捕抗威權的集會 而現場已經是被民眾擠爆 甚至有人要站在人行道上與會 主辦方介紹 目前已有至少13名 包括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 以及議員助理等被警方逮捕 罪名主要是非法集結 阻差辦公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減 有我們合理和平的訴求要表達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去退讓 一定要勇敢站出來 去到和身邊的人 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要去講 要擴行這個警暴 最大的力量就是我們無威無懼 無威無懼 無威無懼 團結一致 團結一致 活動現場還樹立了民眾眾籌制作的民主女神像 這座女神像高四米戴著防毒面具和眼罩 手拿雨傘堅定向前 新唐人記者 柯寧婷 郭威力 香港報導 我們關於九州的視頻 致電視局 我們關於五州的視頻 我們關於五州的視頻 兩州的視頻